这个地方备注啊 我需要判断标准 两种方法 一个是and的 一个是of的 那我刚刚画过图了 所以第一个我插入函数 用那个逻辑里面的if 先用if在外面 可是会有两个条件 两种可能性啊 我现在如果是用of 用连击的话 那他就可能 因为我要判断的应该是 所谓的不标准 不标准的情况呢 会有两种 一个是过胖 一个是过瘦 那如果过胖 或过瘦呢 那一个格子里面 没办法融得下 两个逻辑 所以通常 一个格子里面 要放两个以上逻辑的话 通常你会需要 用到偶尔或者是and 那通常当然 也有可能 你直接在这边再加 把那个and偶尔 再把它 就是插入另外一个函数 在这里 但是我自己的习惯 是我干脆直接打 因为这个很单纯的 那个函数名称 所以我直接打一个偶尔 或 钱瓜糊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如果 它的这个条件 假如是大于 5% OK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呢 请你按斗点 再来就是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一事 如果是小于 负5% 那这个 如果大于5%的话 那表示 它应该是过瘦 小于 负5% 那应该是过 过胖吧 OK 这边 所以这两种情况下呢 只要其中一个发生 那就是所谓的 不标准 所以这边底下 那你就把那个不标准输入上去 反支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标准 OK 好 那这边按一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把它向下填满 诶 答案对不对 看一下 诶 基本上 正副反支5支内一定都标准 那 这个也是标准 那反支当然就是不标准 不过其实当然可以延伸啦 如果我说 在 不标准里面呢 还要再判断过胖或过瘦的话 诶 那这地方怎么做 也许你可以再想想 延伸性的 在逻辑里面呢 还可以再判断 不标准里面 是不是还可以再判断 那怎么判断 也许可以试试看 所以第一个 偶尔里面有没有 两个条件 那其实 偶尔里面 还可以再判断 只是说呢 这个难度呢 稍微相对的 比较又比较高一些些了 变成说 标准额外一个 不标准有两个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想想看 那第一个 我们是用偶尔 那我的做法 基本上 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 在这个格子 一个格子里面 包了一个偶尔 OK 那另外呢 如果说我今天要改 假设我这边要用and 我不要用 oh的话 那and的话就是 中间交叉的那一个部分 那交叉那部分 基本上就是 所谓的标准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要把它改成and 来判断的话 那又该如何做 这里的话 当然 我第一个 这边 稍微改动一下 那不过 那个逻辑 就是变成了中间那一块 交叉的部分 交叉的部分的话 要表示标准 所以我的做法应该是 这边我改成and 然后呢 一样两个条件 如果 这个条件里面 如果它是什么呢 如果它大于 等于 应该是 负5% 大于等于负5% 第二个交会的地方是 而且 且 ok 小 应该是 小于等于 5% 好 就是上面的标准的 下面的标准 两个要交叉哦 那 这个条件如果 有 那表示什么 标准 所以这个不标准 把它改一下 改成 改到下面来 那当然 如果利用and的逻辑 刚刚是偶 我现在把它改成 and的逻辑 按确定的话 那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结果会是一样的吗 放开 不标准 不标准 我看这个逻辑 可能有 应该是 大于 这边少了一个 这个负 大于等于 而且是 小于等于 5% 多一个 那个负号 因为 这个 两个刚好颠倒 打勾一下 可以向下填满 好 那基本上你会发现了 两个做出来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有了很多那个逻辑啊 你用连极可以做出来 用交集也可以做出来 不是单一的啊 所以你会发现了 有时候头就很痛了 一样的结果 为什么两个做出来 两个答案 啊 却都可以 对 很多地方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每个设计师 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啊 不同的人 他写出来的程式一定就不一样 他的逻辑或者公式也会不一样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等一下可以试试看用end 顺便啊 刚刚跟我讲过啊 如果说 不标准里面 如果你还要再判断 过胖或过瘦的话 那这个地方又该如何做 如果你会发现一个 一个储存格里面啊 一个储存格里面要下很多公司 越来越多 当然会越来越复杂啊 不过有时候 如果像比较复杂的公司 我有时候 比较喜欢还是用VBA来完成 因为VBA可以分成很多行吗 逐一逐一去数 去数了啊 OK 好 这里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用 可以先试试看用 我再用end 那后面当然一样了 我们等一下 一样会把它需要 把它改成VBA 那VBA 可以按一下 自动就输出 一个清除 另外的话呢 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这个前面都有讲过啦 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 如果动作比较快的同学啊 可以自己 先动手看看 哎 有没有 直接三个 一个是sub 一个是function OK 那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